只是考,如果做unnovel detainer action整個過程呢 首先就是我們會發入三天的通知書 說,喂,你現在沒有交錢喔 交回錢沒事啦 如果不交錢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發入一個summon and complain 這個是屬於法庭的 如果有些人說30 day notice 說,我三十天之後走的啦 我要搬走喔 但是到期時,他又不搬走喔 那我們一樣都可以直接去summon and complain的啦 summon and complain呢 遞了指之後數五日 那才可以做期以下那些事 五日之後,如果是沒有response呢 那個人又不出現呢 就立刻可以去default judgment 但是如果他有response 他就說,喂,我不是想走喔 你不要搬我走喔 那大家就發停見 發停見呢,在五日到至七日到就有hearing hearing如果那個landlock呢 是輸了的話呢 輸了,landlock又要再來過 這裡全部都是以landlock為主的 因為出個3 day notice是個landlock嘛 跟著如果是贏了的話呢 那五日之後呢 那個住客呢就要file 究竟他上不上訴 上訴就大家去trial 如果trial了之後 一至四日又再輸的時候呢 trial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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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landlock贏了 因為這裡我們以landlock 那一至五日呢 他就可以出個sheriff notice 就是跟這個一樣 sheriff eviction 那歸根夠底就是把他拿走 那這些紙呢 全部我給你的 那這個呢 就是叫做pete pete police power呢 我們記得是沒有錢的 M&N Domain是有錢的 那就容易記的了 M&N Domain 什麼叫有錢呢 就是說充公了你的房子 給你一個market value 那M&N Domain是整個過程 condemnation是那個 其中之一個process 但是呢 說真的你不用的 你只要記住M&N Domain 等於condemnation就可以了 就即是說 現在呢政府 他呢 見到那間屋 是 在 我快要在機場那附近 於是我就說 我給你一百萬里 我要你這間屋 那這個就是M&N Domain 這個呢就是condemnation 我充公了他 但是 如果調轉 有一個人 他那間屋呢 就在機場附近的 他主動走來跟政府說 因為我晚晚很吵 睡不到 所以我送那間屋給你 政府麻煩你給我股價 我給點錢 我就願意走 政府說 我給你八十萬 這個呢 就叫做 反向M&N Domain 叫做 inverse condemnation 好了 跟著呢 我們又知道呢 原來政府的權利 就可以打我們稅 property tax 是evolium的 什麼叫evolium呢 就是according to value 就是說 如果你是一百萬的稅 一百萬的屋 我都是打回你的那個稅率 五十萬的屋 我都是打回你五十萬屋的稅率 以county的東西 我不會像income tax那樣 你賺得多錢 就打多些稅 不是 所以我是according to 你的property value 至於special assessment 就是考的 就是說 那個是locally的 那個assessment 是給街道的 那麼 他是沒有law govern住的 那個law property tax 每年要升一個percent 是講的evolium的property tax 就不是講special assessment ass cheat 是什麼來的 就是 如果有一個人是沒有will 也都沒有air的時候 沒有遺囑 沒有繼承人 我們呢 就記得幻想好像cheater 就是騙人的那些人 當他是黑衣那樣 當那些homeless 沒有遺囑 因為他們 但是他存了很多物業的喔 但是又沒有 沒有遺囑 又沒有air 因為他是黑衣 那些人都不理他 找不到他的air 終於政府 就很無奈地 叫他那些屋 其實又不是很無奈的 那 police power 我們有三個 那記得松陵 law building code 和environmental law 其實都是subdivision來的 但是松陵 law 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我們有分 哪幾個松陵 記不記得 ordern private 是的 resistential 住宅 commercial commercial agriculture manufacture 但是我們那條題目 就是這樣問的 他說有沒有I這個松陵呢 他說以下這些松陵 就有一個不是來的 我們記得是永遠都沒有I的 Industrial這個位是M松陵來的 所以這個松陵呢那些code就是A啦 M啦 P啦 C啦 R 沒有I的 記不記得是沒有I的 我教你記不記得就是說 police power就是政府的東西來的 與我是無關的 嗯 所以呢永遠不會見到我的 不會見到我就是不會見到I 對 總而言之你記住就是 松陵那些東西你大佬你大了啦 你喜歡點鬆就鬆一下 你R也好C也好M也好 總而言之就沒有我了 沒有我的份的我都不理的 沒有關我的事的 那跟著這張搞定 然後呢 這個呢就是 這個有沒有印象是什麼來的 Base Line 是的Base Line Meridian 那我們記得打動呢 一行一行的column呢叫做range 打橫呢 我們叫做touch 彈橫即是roll 好啦 那跟著這裏呢 這幅呢 這幅印得不是那麼好 但其實主要他都是講 Less than freehold 和freehold那一堆的 那A stay in free 你剛才講了 Life A stay 講了 Less than free 就是我剛才寫的那個 For years Period to period at will 和sufferance 那下面這個呢就是講 Encumbrance Encumbrance就是lean那些 這裏是lean judgment text 另外這個呢就是 講的applacer 那個sales approach cost approach 和income approach 就是今天跟你講的 sales approach 又名market approach cost approach replacement reproduction 而income approach 是講的 找那個income 除以那個cap 等於那個value income呢 如果它是用 income除什麼的 那我們就叫cap rate 但如果是將一除cap 整個東西 我們稱之為multiplier 其實是一樣東西 multiplier 就等於一除cap 這樣的意思 那你聽完這個錄音帶呢 你就會 可能會catch到一些 現在可能快些 但不要緊 因為我不想猜你時間 這個圖呢 其實就是contour 那個叫 我們是不是有支筆在這裡 在這裡 可以 這個是在topology裡面呢 那個字 就有分cantour 那cantour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在水平線的 我們畫一條圈 當它高了五尺的時候 畫第二條線 當它再高一點的時候 畫第三條線 如是者 用高度來畫 這個山峰 就畫成這樣 這個就畫成這樣 那 應該都不 都不是 應該這個 這個是這個 因為這些是 這個是這個 這個尖的是這個 因為它一個點而已 那anyway呢 我主要都是想講 這些字叫cantour topology呢 就是 是講study topo就是講 它那個泥土 soil 那些 那這個呢 就是bundle of right 有沒有印象 bundle of right裡面有什麼呢 time title interest 噢 那個呢 是joint tenant 那個是time title interest possession 那個就是survivalship 是這樣的 那麼呢 這個bundle of right 就即是說 那個 estate in fee estate in fee 或者是 那個ownership呢 本身呢 就是 包含些什麼呢 就是說 包含你可以住 包含你可以控制 到處 你家裡的東西 包含呢 enjoyment 就是說你如果住在裡面 你是tenant的時候呢 不是owner 說進來就進來的 他一定要給我48小時 如果他要下來我家裡 他要通知我 不過有三種exception 包括Emergency 如果是死人塌樓 如果是 有三個 例子 三個exception 那 acquire enjoyment 就是給那個lead 居住 可以很安全地 enjoy exclusion 就是說 我是owner的話 我可以不讓 誰人進來這個屋 或者是一塊田 他都可以不讓 某些人進去 他的田裡 disposition 就是我可以 決定我 扔些什麼 不扔些什麼 在那個屋裡面的 那個田裡面 我可以挖個洞 那這些就是真真正正的 那以前呢 原來呢 屋是皇帝的先有 以前就是 在加州開始的時候 皇帝呢 就拿著一個籤筒 籤筒就有這些權 於是呢 就說 嗯 我給這個住的權 於是那個人呢 就可以在那間屋裡住 你 因為做了什麼 我想你 可以去 釘這間 或者可以去 快享受的權 那原來呢 這些權 就好像以前人